Hello 大家好 我是Eric 因為疫情關係 很多人都要居家抗疫 自然不少 不過家裡只有一台電視機 怎會這麼容易輪到你呢 不想跟家人搶電視看 今天我就找來幾台大七寸的Tapnet 打機也可以 報劇也可以 一家人就可以和諧抗疫了 小米PAT5的外形金屬感都挺重 機背有個1300萬像素鏡頭 整個設計算是比較簡樣 而且用上珍珠白 不同光源之下會有不同的顏色反光 而且不會印到乘機指毛 我就蠻喜歡這個設計 PAT5機身的按鈕不算多 機頂有個開關鍵 機側邊就是陰涼鍵 重量方面這部機有500g 不算是最重 不過螢幕的尺寸是最大 有11寸 而Lokia T20就是三部機中 最小和最輕 方便拿出雞和墮落袋 雖然它用上磨砂藍色的機背 不過也挺容易引到指毛 在機身角落這個位置 就是3.5 耳筒插位 雖然這個位置放得比較奇怪 不過三部機中 只有它有耳筒插位 以2000元不用的價錢 設備也算是很齊 來到ARCOS X20 對比另外兩部 無論體積和重量 它都是中間位 外形也是一般TAP的設計 機頂有個開關鍵 機側邊也是陰涼鍵 不過這部機有兩部機都沒有 就是支援5G上網 如果家的Wi-Fi收得不好 X20就十分幫到手 硬件跑分方面 第一名就是PAT5 另外兩名C序就是ARCOS X20 和Lokia T20 值得一提的是 Lokia在圖像跑分方面 比ARCOS優勝 不知道看片方面有沒有好處呢 還要來到比拼環節 究竟三部機的看片表現會是怎樣呢 ARCOS X20的10.36吋屏幕 解像度有2000x1200像素 開串流看片NAP都很暢順 畫質方面 個人感覺就算把亮度開到最大 都覺得有點暗 白色的地方也不算太白 但反而電影感比較強 聲效方面 由於兩邊都各自有兩個喇叭 環繞聲的表現都不錯 而有10.4吋屏幕的Lokia T20 解像度跟X20一樣 都是2000x1200 感覺亮度就比X20高 氣中較暗的地方 都能看出細節位 廠方還說T20有SGS低冷光認證 看得內對眼都沒那麼辛苦 雖然T20兩邊只有一個喇叭 不過立體聲的表現竟然有點驚喜 可以做到有方向感的環繞性 那PAT5的表現又如何呢 先說一下SPEC 11吋2560x1600解像度 True Tone Display技術 10X顯示 120Hz畫面更新率 機身還寫著支援Dolby Vision和Dolby Atmos 可能有人會問 Dolby Atmos 不是頭頂都要有喇叭嗎 區區一部TAP怎麼可以做得到呢 我們看看官方的說法 就是四個喇叭在Dolby Atmos 的加持之下 實現環繞立體聲效果 那大家就不要想像PAT5 就像你家裡甚至戲院的Dolby Atmos 的效果了 雖然是這樣 但的確它的包圍感是三部機之中最好的 明顯聽到聲音的定位 而且層次感和聲音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 講完聲音當然要講一下畫面質素 雖然PAT5有Dolby Vision 的加持 在電影方面的表現分別不大 不過播放4K YouTube 片 明顯比另外兩部機暗 很多暗位都看不到 但有低藍光技術幫忙 看得來對眼都不會覺得累 在電池方面三部機的容量都不同 最大的是小米PAT5 8,720A 其次是Lokia T20 8,200A 第三是Arkos X20 7000A 我們將三部機同時充滿電 在一口氣播放3小時的影片 看看剩下多少電量 而得出的結果就是小米PAT5 試完三部機之後 如果用來看影片 我就覺得小米PAT5比較優勝 因為無論在顏色、細緻度和光度方面 它都比較出色 加上它的屏幕尺寸大一點 性價比就比較高 不過如果你買一部Tab 不是只用來看電影的 還會拿著它周圍上網 那Arkos X20就適合你了 因為它有5G上網 但如果你預算又有限 又想找一部表現不錯的機 我就推薦Lokia T20 講到煌劇 當然要有字幕 在這裡再講一些提示給大家聽 如何在Android平板電腦上 設定一些字幕的外形 令大家看得更舒服 首先說Disney Plus 如果想設定字幕的款式 可以去裝置的設定 無障礙設定 字幕編號設定 選擇你想要的字幕外形 而Netflix方面 只要用網頁瀏覽器 去這個網址 你就可以選擇字幕的外形 大小和陰影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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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